就可以抱着老婆美美的睡觉一觉了 闲也都幸福 哎呀 老婆你这又回来了 干嘛站在这里啊 我在这里等你回来啊 你看一年了我都想死你了 这段蛮人是谁啊 谢谢你啊送我回来 没事没事应该的 那我先走了 给车费给你先 对啊 干嘛呀 你这肚子怎么回事啊 我这肚子吃胖了怎么了 吃胖了 妈你是吃胖了 分明是有了 什么有了 我在外面辛辛苦苦工作一年 你竟然怀疑我有了 我跟谁有啊 你都不在身边我跟谁有 跟谁有 啊跟谁有 这个肯定是这个男人啊 哎呀要不然人家怎么会送你回来 哎呀说什么呢 人家是司机 好心送我回来我身体不舒服 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你问都不问后一生 你就在这里怀疑我 你什么意思啊你啊 别问我了我还需要问吗 啊 证据缺少你看 这个是什么 还带着男人回来 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 马上给我管 离开这里 什么不要脸啊 你说话凭良心啊 我在外面辛辛苦苦啊 每日没夜的在那里上班 就为了赚这点钱回来给你过年 你现在还怀疑我是不是 难怪我打电话给你啊 天天晚上打电话给你 你都说在家班 旁边还有男的声音啊 我看啊那声音就像这个男的声音 你别说风就是雨啊 什么是男的声音 那工厂里面男男女女都有了 那你说怎么回事啊 干嘛让他跟着回来 现在啊眼见为时 你还想脚呗 你了我身体不舒服 我送他回来 公司里面举办那个年会 我吃多了肚子脏气啊 不舒服他就好心 送我到家门口 怎么了 那你干嘛不借我去接你呢 送回来 如果关系不是很特殊的话 哪个会愿意送你回来啊 叫你去接 你不看看你什么样子 煮这个拐杖自己走路都困难了 要你去接我 够了 别说那么多了 反正啊 我对不起这个呢 你这样子回来 还带了个男人回来 你看 刚刚经过村口那里啊 他们肯定看到了啊 你让我怎么活啊 我们家对不起这个呢 你马上给我管 离开这里 我们家不欢迎你 我要跟你离婚 还不欢迎 我告诉你啊 要是没有我啊 你这个家啊 瓦片都没有 家里面什么东西不是我买的啊 电视是我帮你买的 你身上穿的衣服都是我帮你买的 洗衣机连我们睡的床都是我买的 好意思你赶我走啊 行 行 我是瓦片费钱了没有 哎呀 家里面是你买的东西 你全部把它搬走 我不要 我一样我都不稀罕 走 马上给我滚 哎呀 撇了心要离婚是不是 离 必须得离 行 这些东西啊 留给你自己用吧 离婚是吧 离就离 你这种窝囊费男人啊 本事不大 啊 脾气倒是不小啊 我告诉你啊 离了我 我看你去哪里找我 像我那么好的女人 哼 走 不要给我滚 哎呀 你这种人也真是的 夫妻之间要信呀 你老婆都不信呀 哎呦啊 你一个瘸子 那瘸到老婆 算你了 长本事了 全貌清烟了 你居然还赶走了 真的是 你这种呀 活过来就 打工了一辈子 自己过吧 你这种不要脸的男人 还有一次来说我啊 你再过来的话 我推都给你打 你的打断 跟你说 哎呀气死我了 还有你回来 也丢脸 这要怎么摇啊 这个球 哪里放下掉了 哎呀 你会会修车啊 我也修 我也没心情修 哎呀你怎么还去临下啊 刚才我不是看见你老婆回来了吗 别提那个坏女人了 我把她赶走了 哎呀怎么赶走了 刚回来又赶走了 你有所不知啊 她就大着肚子回来了 丢脸啊丢脸啊 大着肚子啊 那你有小孩子啊 不是我的 不是你的 所以我就把她赶走了 我丢不起这个人啊 哎呀玉兵你你糊涂啊你啊 我怎么糊涂啦 你看你这么久的小孩 现在有小孩应该 拒击你啊 对呀 不是公司都毕业都弄 小孩不是我的 让我装备养小孩啊 哎呀 不满是谁的 只要有小孩都拒击啊 你看你 哎呀你什么思想啊 我们男人就得活得有尊严 那我怎么尊严现在啊 我管我几千万啊 现在娶不到老婆啊 你现在我也 娶不到老婆啊 你看啊 现在啊 想娶个老婆 十二少三少都娶不到 你知道吗 是呀你老婆 你没把她赶走 你还奉给别人啊 是啊 那个小孩子啊 如果就像啊 照样好你 这爹 哎 把人家赶走了 你说的意思啊 如果我把她赶走了 我的老婆 就成了别人的老婆 本来我的小孩 就成了别人的小孩 是啊 对啊就是啊 我怎么能够工小相样啊 哎呦 不跟你们说那么多了 我得回去找我老婆了 那你追回来啊 好 四哥 老婆 老婆 哎 喊谁老婆呀 哎呀 谁是你老婆啊 不要乱喊哦 你还来干嘛啊 这里是我们的家哟 我知道 我来找我的老婆 我想把她带回家 谁是你老婆呀 你还要老婆啊 你不是把你老婆赶 赶走了吗 你不是男人家自己说离婚吗 哎呀你们不要嘲笑我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其实说着呢 那也不能赖我啊 四哥男人啊 都得要尊严 你看他大的肚子回来 我 我也怕丢人啊 你没有错 是我姐的错 是我姐当年啊 刹了眼啊 才会嫁给你这个男人啊 真的是要钱没钱 要本事没有本事啊 竟然 你不相信我姐 我看他天天戴那个绿帽子 是戴习惯了 就是 那么想着戴绿帽子吗你 蛤 不是啊 那关键是他大的肚子回来 要带个男人回来 我 谁说大的肚子就一定是怀孕啊 哎 你来干什么啊 这肚子怎么回事啊 怎么背了啊 你还有脸来这里 不是 长本事了 要跟我离婚吗 我知道错了 我不能没有你 不能没有老婆 现在知道不能没有老婆啊 我刚回到家 辛苦工作了两年多了 刚回到家 连家门都没得进 你就马上把我赶出门了 真的是 那 哎呀 那我也不想啊 你看 我一听说你 你回来我多高兴啊 我在门口那里等着你 谁知道啊 你给个 给个惊吓给我 你要带个男的回来 什么叫带个男的回来 我都跟你说了 人家是司机 好心说我身体不舒服 好心帮我把行李搬到家 你不分清乎照白 你就无冤枉人家 还要把我赶出家门 从楼到尾 你就没有相信过我姐啊 那 那我现在知道错了 你跟我回家吧 你说回家就回家 啊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不 你除了知道错了 还会说什么啊 你看看人家啊 人家家里面都是男者出去干活 你呢 啊 你在家里什么活都干不了 还要我出去打拼试验 赚钱回来给你 赚钱回来给你还不算 啊 你还这样子怀疑我 我告诉你啊 你们家 娶到我姐啊 那是你们家的祖坝冒清烟了 赖蛤蟆想吃天头肉呢 还还多次进场的把我姐赶走啊 那我 我不是推荐不防备吗 那以后我 我不怀疑你了 可以了吗 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想干嘛就干嘛 我都不管你 只要啊 你逢年过节 你回来陪陪我就行 哎呀 姐啊 你看姐夫既然到肯定下逃过来 跟你认错了 那你就给个机会给他吧 再说 你当时你也没有跟他说说明白说 你那个是肚子胀气的 我都一再说了我肚子胀气 我是肚子不舒服才会这样的 哎呀 你看他相信过我吗 哎呀 所以只要是你一回来 那个肚子那么大 四个男人都会那样子想的嘛 再说夫妻吵架 从头打着 从尾和嘛 改个台阶他就得了 点到为止 好了回去生活吧 连他都一个男人都递上头来 过来求你回去了 算了 看着你这些年对我还不错的分上 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我告诉你啊 下次你再这么不分青红照白的怀疑我啊 我立马跟你离婚 行行行 那我们回家啊 我下次老母亲给你吃青红了 我一定要好好犒劳一下你 你是我们家的大功臣 哈哈哈哈 姐赶紧回去吧 你看看你啊 去广东那么久了 你看 都没有跟姐夫好好陪姐夫聊聊天呢 对对对 行了行了 那你们两个先回去 我也跟他回去了 哎好 你空去我们家玩了 哎好好 哎老婆你终于回来了 哈哈哈哈老婆 怎么回事啊 我知道你回来我就在这里等着你 哈哈哈哈 挡什么挡有什么好挡的啊 我可想死你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老婆 那给你过点钱 哎呀 老婆真了 哈哈哈 哈哈哈 嘿嘿嘿 嘿嘿嘿 干什么 哎呀老婆 你你干嘛 你这个肚子怎么大起来啊 大就大了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啊 你 什么大惊小怪啊 你都去广东一年啊 怎么突然就大起来啊 到底怎么回事啊你 怎么回事 我的事要你解释吗 要跟你解释吗 哎呦 我可是你的老公啊 你 你 你确实是我老老公 那 是不是你在外面挣的是 不干净的钱啊 要你挂 有钱给你挂就得了呗 挂的钱我不要了 哎呀 丢脸了 真的是太丢脸了 你还好意思回来啊 弄了 去去去打工 就搞了肚子都大起来了 真的是了 哎呦 你视频长硬了是不是啊 哎呦 怎么长硬啊 我可是你的老公啊 气死我了 我就是看见你是我老公 我才回来给一点钱你啊 你看你 我做几年在外面打拼 家里什么都是 不是我买了啊 没有我的话 你家里像个家妈啊 哎呀 是你啊 都是你 哎 我就不信 没有你地球就不赚了 你说 你是不是是不是在外面 挣了 都是不干净的钱 要你管 那是我的事 那你在外面到底干什么工作啊 我每次打电话 可以打电话 交给你 那边都炒得要命 你都说再加烦 你在家管好你自己就行了 我在外面那么辛苦的赚钱 回来你不理解我 以上还要问东问西 什么意思啊 理解理解啊 你有没有理解过我 你看看肚子都大起来了 太多年了 真的是 这个钱我你又不要 那不要是吗 哎呀 那家里面那个电视机啊 什么都是我买的 不要你全部把它炸啦 哎呀 那你管拆走 我跟你说啊 没脸见人 我们离婚 离婚是吧 这个是你说的啊 这个家我也不想呆的 一分钟我也不想呆 不打就不打 把它给我滚 混就混 你以为我稀罕你啊 把家里面那些 你买的东西 通通都拆走 我不稀罕 我那个不看电视 不吹空了 什么我都不要 不稀罕你就把它炸啦 我也不稀罕 你这个搂头子啊 那那个床也是你买的 你把它拆走 我睡地方我也不睡你的床 不干净的床 哎呀那你那你自己打吧 我不管你了 真的是丢脸了真的是 家人不信啊 怎么觉得真的没人呢 哎呀 玉米 哎呀发现什么事 是啊 哎呀 是不是摔掉了还是什么 没有啊 我老婆啊 刚刚回来了 哎呀回来好事啊 是啊 你哭什么 打那个肚大起来了 大起来了 哎呀刚好事啊 哎呀 你们不是 跟他在附近那里工作吗 他到底做什么工作了啊 还是 我怀疑他挣的都是不干净的钱呢 没有啊 那怎么都有大起来了 我 就这一年里面我都没去过广东 哎 说不定是吃胖了 你 你看得多了吗 吃胖了啊 是啊 不可能吧 我看起来都 应该有两三个月了 不会啊 哎呀 我不跟你们说那么多了 我 我要跟他离婚 哎呀丢脸 哎呀 哎呀 你啊 离婚了上哪去找一个老婆啊 即使是有了 哎 你也应该留下来啊 留下他 不要 你这个情况 你怎么找老婆 我 你也不要我也不娶这种女孩 不要了 丢脸啊 哎呀 哎呀 不行不行 干嘛 哎呀 你不要 你自己怎么照顾自己啊 以后老了 谁照顾你啊 你是一个人 丢脸啊 丢脸啊 我什么家丢不起这个脸啊 哎呀 丢什么脸啊 哎呀 没人也不见就知道吗 哎呀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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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疯把你吹到我们家来啊 哎呀 老婆 我们回家好吗 干什么家 你不是 要跟我离婚吗 哎呀 现在 我知道错了 我们不离婚了 你看我都 买了东西过来 给你们赔你道歉了 说离婚了也是你 说不离了还是你 你想怎样啊 对啊 我知道错了 我 你哪里有错啊 是我们错了 哎呀 那 肚子大了 我今天是 溜脸了 肚子大 那是吃胖了 我姐啊 在上面做港工 打工上面 火是好了 所以她是吃胖的 胖怎么胖 你们别骗我了 她就是有了 你看 一个去打工的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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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赚那么多钱了 你看给家里面 又买电视机 又买并件 又买空调 而且每次 都都打 挺多钱回来给我 刚刚 前几天回来 她又 又给了我一万块 既然你都还 对她那大肚子 还那么耿耿于怀 那你现在来这里干什么 我想要她 要她 不是说丢脸吗 你不看看你家什么家境 你还是个圈子 我告诉你 要不是我姐 你家什么都不是 你家那个条件 我姐又一回来跟你过年 你都应该高兴了 还要把她赶出去 对呀 我在外面 那么辛苦的赚钱 不是为了这头家吗 你一回来 我一回来你就指责我 那我不是 还不是怕丢脸吗 再说了 村子里面的人 也有些说她的坏话 说她去外面 都是干那种 见不着人的活 我 人家说什么 你嘴里面你就信什么 在农村 人家 巴不得你天天吵架 巴不得你们过得比别人差 人家 那是挑拨理解你们两夫妻的感情 做你的信 那不是 你那个脸呢 值多少块钱呀 就是了 再说你自己 别说你家的条件了 再看看你自己本身啊 腿都少了一条了 你还敢嫌弃我姐 我 我现在不是做错了吗 但是 你们帮我轻轻打 把 叫做把 把这个孩子打掉 我 我丢不起那个人啊 你说的什么话 都说我姐啊 那是吃胖了 还什么大肚子啊 你既然是相信你们村的那些人 那你回去等了 不用再来找我 哎 都说是吃胖了 你还非不相信 我 真的想要老婆 我真的是吃胖了 真的吃胖了 不是怀孕 就算是要怎么样啊 你不要那你就回去吧 要要要要要 哎呀 亲爱的你就给这机会给我 我一定不怀疑你了 我一定相信你 那你以后还 疑神疑鬼吗 不疑了 只要你 你放假 一有空你就回来 看完我就行了 哎 每年过年你都回来 过节你也最好回来 看见你这么澄清悔改 那就算了吧 算妹妹啊 姐那你就跟他们回去吧 好的 也快过年了 这些礼物你们拿着啊 哎不要了 我们拿着 加什么条件 还拿礼物来 买礼物的钱 还是我姐给的呢 拿着吧 拿着吧 取得我姐啊 算是你们家的祖坟冒清烟了 还闲山闲西的啊 我以后一定会对她好的啊 好好跟我姐过过月子啊 如果再有煞事的话 直接让我姐跟你离婚 行行行行 那以后这个招 还是我说了算啊 你不能老是听别人的那些 要年随意的啊 你说了算 但是你能不能明年呢 不去打工了 不去打工你去赚钱啊 怕怕 是西北风啊 就是了啊 你要大男人啊 没有钱 没有钱也就算了 还那么大男人主义 那行吧 去去去去 我们找啊 走 那小妹我找了啊 哎呀 终于穿了大姐回家了 要不愿的话 我们呢 在这个村里面呢 也没有脸啊 是啊 赶紧回去吧 我帮你找啊 不用你找 我年轻我有力气 你这样看啊 你们干什么 我有力气 好漂亮 回去做我老婆 做什么做 我已经有孩子了 你们两个啊 你们两个啊 快点走 走啊 老太婆你干嘛 老太婆你干嘛 走不走啊 老太婆你干嘛 你跟老太婆干嘛 走不走啊 走啊 走不走啊 哎呀我顶不住了 老妈 幸福你出现了 其实啊 他们真的是 三天两达了 跑来我们家调剃我 小燕啊 你看看 你在我们家 也守寡了那么多年了 你还那么年轻 干脆这样吧 你去找个好男人 嫁了吧 不要在这里跟着我受苦了 妈 我不嫁啊 我这一辈子 我就要陪你在一起 再说 你的那么老了 还需要人照顾 哎呀 你就不用管我了 你看他们三天两头来这里闹啊 对你民生也不好啊 哎呀 哎呀 刚刚发生什么事情了 哎呀村长啊 村长啊 你来的更 真好啊 干嘛呢 就想麻烦你啊 帮我家小燕 帮他找个好男人吧 那些人啊 三天两头到我们家来整天调戏他呀 刚刚又来了 是啊 特别是那个老玉米 还有那个二弟 我赶都赶不走啊 我马上讲他们算家 哎呀算了算了 算了算了 那你怎么办呢 你们 怎么来欺负你们 还有像不像样啊 你解决的了一次 解决不了两次啊 他们总是会趁你不在的时候 过来闹事 最好的解决办法 你帮小燕找个好男人吧 你看他还年轻啊 不能老是守在这个家里 毁了下半辈子啊 妈 我这辈子我就跟你在一起 我哪里我都不去 我黄土都埋到脖子这里 没有多少活头了 我找了谁替你养老啊 谁来照顾你啊 不要吵了 不要吵了 哎呀那你 小莫啊 莫姨啊 那小燕走了 那你怎么办 哎呀放心了吧 我知道你是为 为小燕吵 但是小燕啊 早就把这里 当作她真正的家了 当作她的归属了 你看她都不舍得走 她离不开你啊 我也知道这些年她对我很好 我也都把她当作我女儿一样 看待了 可是就是因为这样 我才不能够担务她啊 哎呀那那怎么办呢你说 但是我要找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就是能不能带上我家婆妈一起走 带上她啊 对啊 带上她人家会要吗 对啊 那就算了 如果她是真心的喜欢我 她就会接纳我的一切 她也一定会爱乌吉乌的 你老妈那么老了 叫她离开这里 她可能也舍不得 正所谓啊 乐业归根啊 你看她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了 突然间叫她跟着你去改嫁 她也不愿意啊 要不这样了 我帮你找一个上门女婿 我看谁愿意啊 过来当你们家当女婿的 但是你要跟人家说明这个情况哦 对啊 行啊 我我我今天要把你物色一下啊 那行那麻烦你了村长 谢谢你啊村长 村长你要找那种人品好的 不能亏待了我家小燕啊 我知道 肯定要找那种啊 人品好 懂得尊老爱要的那种 对对对 一定要对我婆婆妈好 哎 那你们就在家里面等着 我改天有好了 我就带过来给你们看啊 好好好 老妈 我们先进入 有什么 如果他们再来感受养你的话 你马上打电话给我 或者大大声叫喊 好好好 那我就先走了啊 好嘞 谢谢村长啊 嘿 你们是不是有病啊 人家有钱了才找上门女婿 你们这种条件 还想找个上门女婿 真的是的 哎 你刚不是说得好好的吗 真的是 哎呀 我今天来的时候 我跟他说得好好的 谁知道他来到这里 居然 任何 买了改变主意了 哎呀 原来大姐讲那种啊 那种 富婆 哎呀 当上门女婿这种人 想吃软饭这种人啊 哎呀 爱慕虚容的人 你带来干什么呢 对啊 再说我们家这个条件 哪里给了 给得了他想要的那种生活啊 哎呀 行了行了 你们先回家 改变我再帮你找一个好的那种 哎呀实在不行 整个靠谱的吧 对对对 整个好的整个靠谱的啊 实在不行的话 这辈子我就跟我婆婆妈 将就着过吧 说什么话呢 没有个男人 等下那些江山里是又过来 骚扰你们 我都看不过去了 不行 你必须在这 你们就先回家啊 对 让村长找 好 我们先回去 整个靠谱的我再带过来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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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里了 你看这个家庭条件不怎么好 你不会介意吧 不介意 这样就来看一下 哎呀好 小燕 莫宜 小燕莫宜 哎呀 哎呀 村长 你来了 今天我又带了一个过来 这个特别靠谱 我认识他有三年了 就是人长得小个一点 对呀村长 靠谱是靠谱 但是他那么瘦小 他顶不顶得住啊 哎呀 没事的 我去校林寺学个武功了 谁来在骚扰里头 把他挡出去 真的 狗腿都能够把他打多 哎 那行 对呀 他愿意上门吗 对啊 刚刚来之前 我已经把你们的情况 一五一十的告诉过他了 他非常同情你们 他说小燕啊 人又好 贤妻良母 又说啊 你莫宜 懂得为儿女着想 他说这种家庭啊 他不上门 去哪里上门呢 哎呀 你真的不介意我们这个家庭啊 不介意 但是 我有一个条件呢 你一定要对我婆婆 还有对我的孩子 事如己出啊 哎 刚刚我正前说这个问题呢 为什么他选择上门呢 因为他没有父母了 而且他人家比较瘦小 找个老婆啊 人家难找啊 是吧 所以说他就他也他就跟我说过了 有何事的啊 哪怕上门他也愿意 你看今天我不是把他带来了吗 哎呀 最重要是啊 他会功夫 那些江山里士来啊 看着他 等下 让他尝尝苦头 那就行 那以后我们就 靠你来保护我们了 放心 没问题 你一定要 保护我村长 对 要有男人的样子 让他们 有足够的安全感 好 谢谢你们 那你们就先进去啊 改天去把他送给您了 好嘞 谢谢你啊村长 好啊 一起进来 我就不进去了啊 真是个好村长啊 专门为我们排阅解难 太感谢你了 哎 谁叫 我们都是同一个村子里面的人啊 是吧 能帮手帮 是吧 那你们就先进去了啊 好 等下你展示一下你的心 你的功夫给他看一下啊 好望表现啊 谢谢啊 真的 哎呀 这个小燕 这个问题啊终于解决了 从此以后啊 不再受人欺负了 哎呀 今天啊终于可以陪陪我老公睡觉了 今天啊我要给一个大大惊喜给我老公 哎呀想想我就开心 哎 哎小燕 哎小燕 你怎么这么快回来了 哎呀这不是要准备过年嘛 所以想提前一点回来陪陪老公 陪老公看你老公不在家了 对啊 都不知道他去哪里了 那你进去等一下他了 那今天晚上来我再吃饭啊 好的好的 哎呦 出去一年多了 今天回来 还顶着个大肚子 不得了了 这个是拓大新闻 哎呀小墨小墨 拓大新闻啊 今天怎么你在这里干嘛 有什么新闻赶紧说 老玉的老婆小燕回来了 回来就回来了 我还以为是什么大新闻 问题是 顶大肚子回来了 大肚子回来了 你们在这个地固了吗 哎呀老玉 看不出来啊 今天戴这个帽子啊 特别适合你啊 这个颜色 对啊 刚刚在街上买了9块9 肯定适合了 是啊 颜色特别适合 你看看 你们好像画里有画 什么意思 哎呀老师跟你说了吧 你老婆回来了 我知道啊 她昨晚都打电话给我了 我我想死她了 我现在八步都回去 马上见到她 还这么高兴 对啊 我肯定高兴啊 我老婆回来了 今晚就可以抱着她 美美的睡上一觉了 哎呀高兴我们都说了 你这个梦子挺适合你 你还不理解意思啊 绿色啊 你们什么意思 我老婆干嘛呢 我刚刚听小刘说啊 你老婆啊今晚给你 准备了大惊喜呢 这个肚子这么大了 之前她刚开始去广东 打工的时候 那肚子不是还扁扁的吗 这苗条的身材 就是啊 现在啊 这样子回来了 你们说的都是真的啊 我不知道啊 这是小刘说的 真的啊 我听见看到的 哎呀 绝对假不了 没想到啊 居然去外面 蘸花惹草 哎呀 跟其他男人私混 真的是了 哎 把不把我这个 这个男人放在眼里 真的是了 气死我了 哎呀老公 你怎么才回来 去到哪里了 我都想死你了 正想出去找你呢 哎呀 果然 他们说的一点都不假 你看看你 你你办的是什么事啊 啊 气死我了 说什么话 哎 小刘你怎么又来我家 不是说今天晚上才来我家吃饭的吗 刚刚小刘说还不敢相信 哎呀 现在轻眼一看 果然是真的啊 什么是真的啊 太不要脸了 你还有什么要解释呢 你看 眼见为实 对呀你还好意思说 什么不要脸 什么眼见为实 说到我一头目水的啊 你看看你去广东之前 你肚子瓶瓶的 现在回来 你看 几个月了 你自己说 我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还说一心一意对我好 没想到啊 去去广东打打工啊 你就背着这个样子的 水性烟花的女人 龙玉有心跳哦 哎呦 丢人啊 我们家罗组组的女人 都被你丢过了 离婚 坚决离婚 哎呀龙玉不要冲动 是当爹啦 就是嘛 是个屁啊 要不是我呢 哎呀都不用出力 就可以直接当爹了 多好啊 你你意思是说 我大的肚子这件事情 是小刘传出去的 哎呀 就是他们说了 刚刚我我 我刚才回来 在路边那里 听着他们啊 嘀嘀咕嚕嚕了 这个啊我一问啊 才知道啊 原来是说的是你啊 现在村子里面啊 肯定是穿得飞飞扬扬了 这用船吗 你看小燕也不是我们说你啊 你说好好的一个辅导人家 你去打工你就去打工嘛 你搞这么大肚子回来 你不是给我们穿抹黑吗 什么抹黑啊 我这是要给我老公惊喜啊 怎么到你们 你们嘴里就变成不少妇道了 还惊喜惊喜 难怪我每次打电话给你 你都说再加班 说再加班 说没空呢 旁贝呢 我还有听到 有难免的声音 哎呦 老叶 够惊喜吧 惊喜还是惊啥啊 对啊 这是惊喜啊啊 什么啦啊 这是我打工下来的钱啊 怎么 怎么回事吗啊 不是大肚子吗 什么大肚子啊 跟小刘说的 哎 刚刚你把这钱放哪里 放肚子里面啊 哎呀 财不口 歪漏啊 现在不是年底了吗 好到小偷小摸啊 那 进屋作案啊 你不是有啊 有什么 我去打工打工 我天天加班 天天上班 哎呀 我天天加班 加到凌晨十二点 我中午一吃老饭 我马上就去加班加点 塞制衣装 啊 多劳多得啊 那你干嘛要把它放到里面去 对啊 你没事你摔到肚子里面去干嘛啦 休闲给一个惊喜你啊 哎呦 我钱 我放哪里 难道有罪啊 我现在放在肚子里面 哎呀 要碍死了啊 嗯 你看你看 都是你们做的好事 你们乱说 哎呀 弄到我 我恰里就跟我老婆罹患了 你看你看 都是因为你们啊 哦哦 不能怪我啊 什么不能怪你啊 人家说什么 你一定相信什么啊 明明不是那个事情 然后里面就穿了像模像样了 小刘啊 啊 难怪光光我看你那个眼神的不对劲 原来啊 都是你传出去的啊 对 就是他传的 他说他亲眼看见的 说的有母有鼻子有眼的 不关我的事啊 我家里还有老母鸡下蛋 还有小 快来 小刘啊 不是我说你啊 啊 你干嘛那么大嘴巴呢 那么成熟腹呢啊 你看你看现在好了吧 还弄到我冤枉我老婆误会我老婆了 老婆真是对不起的 都是他们的错 你也是 我跟你同长共长多少年夫妻了啊 连最一点基本的信任都没有 难怪我在外面累死累活了 拼命的加班 为了是什么 为了就想赚多一点钱给我们家 这个修房子啊 哎呀 哎呀你怎么 人家说一句 你就信以为真了 你把我当成什么样的人了啊 我哪知道啊 他们说的有板有眼的 都怪你们 哎呀老玉 你消消息吧 你看你老婆出去一年了 你看他那里最绝有七八万了 一个普通的员工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啊 哎呀我老婆勤劳努力 你看他 他都说了 加班加到凌晨十二点啊 人家一个月放三天假 我连三天假我都不舍得休息 我天天在场里面拼命的干活啊 到头来病人 到你们嘴里说我这个钱是不干净啊 我看我自己的勞动成果夺来的 为什么呢啊 哎呀你们这种人呢 就是看不到我们好 快 什么都这么快 这种人真的是啊 你是看不到我跟我老公好 你就故意故意破坏我跟我老公的感情 是不是啊 哎呀 都因为我们村里面有了你这种 包括唐说佛 所以啊 谁搞得多走过家庭 劲敲脚架呢 哎呀我知道错了你 你也不用这么大声嘛 哎呀 差点啊 我跟我老公离婚了 还不大伤 事情没有发生在你身上 你肯定不以为真 叫了你这种人 叫 哎呀老婆真是太对不起了 我知道你辛苦了 走回家去我趟个老母亲 今晚好好管带一下你 他趟什么趟啊 我跟你一起多少年了啊 连这一点心愿都没有 哎呀 快一会还想给一个惊喜你呢 我以后啊 全都不会再怀疑你了 走走走 我好好管带一下你 走走 抱怨了 走 去玩粘米肠吧 好啊 你来吃素 好 你写头发哦 好那儿 然而不是 啊 好 好 好 来干嘛 咱包 你看 来干嘛 来干嘛 我的姐姐被换人抓走了 姐姐被换走了? 嗯 往哪边跑了? 那边跑 那边啊 走走走走 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嘿呀 你个人笨 太残滑了 快点 快点再来 关注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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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 你干嘛呢 干嘛干嘛干嘛 关注他们 你们不要命了 不要命 应该是你们的命 哎什么的 哎哎哎哎哎呀 你干嘛 无缘无故的抓人 带小孩 带小孩 叫小孩晕了 晕了 把他弄起干啥 能不能弄起 哎 尽管 有个小孩有什么事的话 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 有你们好果子吃 跟你们说 嗯 说为什么要抓人家小孩 哪里刺人家小孩 我小孩 小孩晕晕了 哎呀 哎 小孩都抓 真的是 哎 姐姐 哎 姐姐 哎 哎 是不是他们能够抓你啊 哎 哎 人家 人家 不然只是呢 哎 嗯 光天坏日之下 你们竟然敢做这种事情 还有没有往法啊 想小孩 哎呀 我们是抱一个回去养而已 是啊 我们结婚那么多年 生不出来就想抱养一个嘛 哦 抱养一个 你不知道 那是人家的小孩啊 吃祖国的花斗啊 哎呀 我祖国的花斗 我们也会培养培养啊 那你抱养也要通过正规的渠道啊 不要去抢好不好 哎呀 那正规渠道的手续太麻烦了 是啊 你不知道这样做是犯法的吗 啊 哎呀 我们不懂啊 哎呀 我们我们除犯除犯 除犯除犯啊 你们这种社会独流 人家啊 必须要彻底残酷跟你们说 啊 我们不是 你们现在破坏的是一个家庭啊 一个祖国的啊 花斗啊 一个一个小女孩的未来 都被你们这样啊 摧毁了 没有没有 我们抱他回去 我们会好好对他的 是啊 我们破坏一个家庭 那也可以玩上我们的家庭 那你有想过人家父母的感受吗 哎呀 他们那么年轻 证明 你看他都有两个的证明他能生 他还可以再生嘛 你这个女人怎么孩子 你不误啊 你们手机马上报警 哎哎 不要不要 哎哎哎 不要不要 哎哎 哎哎 不要报警啊 我们上游老下游小 哎呀 不要为啥 那你还说不会生 现在上游老下游小 又说你有100岁的老爸也要报警 哎 110吗 啊 我们是旺旺屯这里啊 三岔路阁这里 有两个疑似人贩子啊 被我们抓住了 啊 你们快点过来啊 好好好 我们等着你们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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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不赖我啊 都是他出的主意啊 是他出的主意 不关我的事啊 你们放我走吧 有手有点了好好去干活不行吗 非得干这种啊 非法的事情 哎呀 你怎么怪我 干 怪起我来的 阿杰 说干我都有回的 哪有多少回这种事情 你能天天干的吗 哦 你看 还说是报给自己家啊 原来是真的是原贩子啊 说抓那小孩去哪里 说 最近那个金山脚啊 哎呦 金山脚 看来你们干了不少啊 没有没有 今天第一回呢 今天第一回 公公语道都知道的 我们一直以来第一回 哎呀 对一直以来就是 厨房递回去 说漏嘴了吧 不管你们干了多少回 必须要教你们生之一把 所以一辈子免费忙走 不要不要 楼底的在做他 跟你们说 你们抓他就行了 不管我的事 真的不管我的事 我是被迫的 他我不来的话 他就打我 哎呦 两个都是原贩子 哦 抓他抓他 也是啊 我逼他的 逼他 等一下你们说说说说了 将作为成囊证据 跟你们说 有什么跟警察说 不要啊 我不去警察局 都是你 都是你出的收主意 狗咬狗 这种社会独流 一定要彻底铲除 哎呀 你们抓 你们又要活害 下一个家庭了 是我的主意 你放了我老婆吧 抓我就行 你还好意思说 年纪轻轻的 有手有脚 干这么缺德的事 必须要送 警察来了 哎呀 不要啊 哎不要啊 不要 我不要吃啊 我不要吃免费饭